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回到雙底頸線,14天,RSI超賣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438點,收報27267點,成交接近1千億,有989億 今天港股都可以說是幾傷的,因為持續下跌 已經跌至原本大雙底頸線,27260點 大家看看恆市這幅圖 恆市由去年最低位24540點升上來 第一浪最高見27260,是雙底頸線 然後再回落,去到今年1月初的時候 就低見24,900左右,然後再一路升上來 最高的時候,去到4月中,30280點 接著一路就開始又回落,因為貿易戰又來 貿易戰一來之後,這陣子就持續下跌 其實有聽我最近講的視頻都知道 我一直都說,如果你跌穿了什麼呢 就會轉弱的了 其實開頭的時候說,294,就是短線指站位 284,就是中線指站位 如果跌穿了這些,就在那裡下跌 因為看多少呢,就是看著27260區 即是雙底頸線位 今天剛剛就收在27267,跟頸線位是差7點 當然,今天最低的時候,跌穿了 最低跌到多少呢?27169 跌穿了,但又收到頸線附近 所以都叫做去到頸線位 今天成交比昨天大跌,但又不算很大 那些沽壓都開始來 為什麼呢?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星期一,美國是陣亡仗士紀念日 美國是沒有市場的 現在臨到接近月底的了 是不是準備要平倉或者轉倉呢? 是的 原本來看,下星期一就是廣估轉倉高峰期 不過,由於美國當晚沒有市場 現在大家都知道,市場是美國外資操縱的 即是外資在玩東西的時候 香港在做提款機的時候 如果星期一晚他們沒有市場 那他們會怎麼做呢?他們會加速 就是這兩天,最主要就是今天和明天 就應該做事 爭取最大利潤,然後開始平倉或者轉倉 我是這樣猜的 所以,今天殺到來 27,260區 明天有機會可能再殺多些 或者短期會再殺多些 然後,這一輪急跌這一浪 差不多結束 有可能出現短線有些反彈 因為剛才的題目就是說,回到箱底頸線 14天RSI,超賣 怎樣超賣? 今天下到去,14天RSI去到25點多 那就當成25了 後市,估計如果它再殺,都不會很多 可能穿一穿27,000 去到技術位,就是回到0.618的升幅 26,733點 即是再多幾百點 這些可能是即日會斬了又行 即即日碰到又行 或者是在27,000樓下收在,很恐慌又行 我不知道是怎樣 不過,如果它再殺下去 恆指的14天RSI,低於25 就嚴重超賣 那麼,已經今天去到25了 所以,我猜這一兩天就差不多了 再多幾百點 不是說整個中期跌浪完 待會我再說 是這一浪 就差不多 這個是這一浪的尾聲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五月份,由頭沽到落底 期指結算 它未必要等到最後那天 因為星期一是美國假期 看看會不會中 好了,大概2萬7邊 或者殺下去2,6,7,3,3,3 這些位置 這樣看著超賣 好,這個大市的情況是這樣 剛才提到 為什麼整個美國 這次要搞呢 就是因為科技戰的問題 科技戰來看 你看納子其實不是很傷的 但是香港的科技股 就開始受到很大的影響 很傷 記住 這個沒完沒了的 打科技戰 由貿易戰 演變成為科技戰 已經變了 沒有心存僥倖 是已經變了 所以就算港股現在會 下這一階段回穩之後 科技股可能都還是會受到壓力的 就算港股整個回落 跌了下來之後 有機會可能靠穩一點 或者階段性有機會 喘息一下 但是科技股還是會弱 那說的是什麼呢 你看騰訊這些 一路殺下來 騰訊殺到330 上次跟大家說 今天已經殺穿了 去到326 又是跌得這麼急來看 你已經去到 中期密集區的水平 320區、330區之間 差不多可能會有一些短線反彈 你看到因為今天大成交沽下來 不過 中線來看 這些股短期都會受壓 因為要打科技戰 中國的科技股 短線是會有些壓力的 但是他們如果搞得成功 中長線就會好 中國的科技股現在只能夠無虛 或者憧憬 就不要當它真的得住 因為要搞幾年的 甚至乎十年八載的 短期是會受壓力的 那不單止是騰訊 信與光學 雙頂 上次和大家都說 可能會回落去60元之下 看到上次的低位 58.55元 現在都一直反覆下跌之中 最近你看得到 大成交沽下來 差不多又是去到恐慌性拋售 或者尾聲 大概60元左右 瑞昇 沽下來 它是有機會跌穿39.4元 科技股 所以大家要注意 科技類現在是被打壓的 可能不太適宜反彈的對象 還有一個大家看著 市場會不會下跌的指標 就是人民幣 人民幣 你看這幾天 力守著6.92元這個位 人民幣沒有跌穿6.92元 即是人民幣沒有跌穿6.92元 即是人民幣沒有跌穿6.92元 如果不跌穿6.92元 市場也都應該會穩一點 萬一如果它一跌穿 真的美元跌穿6.92元 人民幣跌穿6.92元 這樣就大劑了 那港股 就不是26,700元就守得住了 那就要回去什麼 回去下面 即是去年的低位 就是25.5元之下 24,500元 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阿爺 這次看來都很有決心 打這場貿易戰 人民幣 守著6.92元 你看上證指數 守著28.38元 這個上升跌口 這個都登出了很多次 深淨成分股指數 今天很想穿8785元 今天最低是去到8789 只是高四點而已 那會不會有機會少穿一下 都不出奇 因為它主要都不是守深淨成分股 是守上證指數 最重要是上證指數 不要跌穿這個200 300 萬一跌穿的話 這兩個指數 就要回到什麼呢 就是它的雙底頸線 即是會回到上證指數 就是2703點 深淨成分股指數 就是8116 所以 暫時來看 它有於守著人民幣 守著上證指數 守著深淨成分股指數 你看到很有決心 來打這場貿易戰 港股 崖估估估估估 是這兩天 是高峰期 是這一浪的高峰期 為什麼 是因為星期一 美國是優勢 今天沽到下來 明天可能是沽最重要的 然後就轉倉 或者這一浪平了 然後再等6月的再事態發展 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發展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